自去年以来,比特币暴涨暴跌,狗狗币,泰币等各种虚拟货币人际飙升 加之马斯克隔三差五在社交媒体上带节奏,种种因素推波助澜 币圈的火爆程度让人瞠目结舌,在引发市场争议的同时也引起监管关注 18日晚间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,中国银行业协会,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 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重申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同时,要求金融机构、支付机构等会员单位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,此次公告实际上是重申此前央行发布的相关规定 但此时发布主要是由于近期虚拟货币市场投机情绪浓厚 再次发布为了警示广大投资者受此消息影响,加密货币价格应声下跌 其中比特币价格由45600美元跌至42000美元附近 实际上,此前央行等多部委曾明确虚拟货币交易和代币发行融资平台 涉嫌非法发行证券、非法集资 同时先后关闭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211家 有业内人士直言,此次公告相当于再度重申 并斩断了国内资金交易虚拟货币的路径 不仅冻结资金账户,斩断兑换支付渠道 这让虚拟货币的交易无法在中国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